大家好 華記 2020 年 2 月 17 日 報道 今天有一宗大事爆發 比較急 因為我正在去律師樓 不過也要說一下 一哥警務處長 昨天在成龍吃飯 見到明星足球隊 兩條影片出了街 首先華記澄清 第一,影片不是我拍的 第二,影片在黃絲港獨的流傳 之後我才會在我WKTV 我想澄清一件事 我昨天都去了龍話聚餐 兩天都吹了十五圍 百多人在沙田龍話酒店吃乳鴿 食亡不了 我們都是戴口罩吃飯 在一個安全情況下 吃東西就摸口罩 說話就戴口罩 都要正常消費 不是這個社會沒有正常活動 那怎可以呢 所以我們正常人出來吃飯 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成龍和一哥 出來吃飯 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現在的黃絲港獨 經常找位置進去 我覺得不需要害怕 第一,一哥出來吃飯 有沒有收受利益 那餐飯誰給錢 你都發神經 人家一哥用幾十萬個月 貪你那幾百元餐飯 不過一哥從一粒花 做到一哥 他都過五關斬六仗 他都不是浪得虛名 你以為這麼容易 做到一個警務處長 他官場當然有辦法 那你好像說 什麼收受利益 我華記昨天在龍華吃飯 我包了一位 我自己也有給錢 我貼錢出來請網友吃 其他十幾個月 他們全部搭行AA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 歡樂聚餐正能量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無謂怕黃絲港獨 經常去白色恐怖 黑色恐怖 對不對 我們正常社會 要上班要消費 你如果不出來吃飯 就沒有公開 所以我們都要振興經濟 這個是很簡單 還有就是說 我昨天很晚才睡 那我今早上點幾兩點才起床 下午 下午早上幾個人發電話給我 我很害怕會不會有些人 騙我 或者是一些片主投訴我 我都不敢貼華記正能量的YouTube Channel 我就貼了華記TV 因為華記TV 如果他投訴我 你白了他 我沒那麼尺 只有幾千個訂閱 我便出了WKTV華記頻道 華記電台的頻道 我都怕是黃絲港獨弄我 要投訴我的片主 所以我就貼了WKTV 貼了不夠十分鐘 然後 Bonnie 就跟我說 華記不要貼 那些藝人跟我說 首先對不起 你要我下架 我馬上刪除了他 因為都不夠十分鐘 不過我想說 在我未貼之前 我兩隻手機 不同的人已經傳給我 證明你這條片已經出了街 有些人傳給我住公屋 我想告訴大家 我貼之前已經出了街 不過我也尊重 玻璃珠 你要我刪除我 我當然是即時刪除 我們都是正常人 但問題就是 我覺得 後來的玻璃珠 也知道哪個警察 或者哪個藝人的影片 出了街 我覺得不要怪那些人 因為正常聚餐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我們無謂內部分化 食餐飯有甚麼問題 正常食餐飯有甚麼問題 我們昨天在龍華十五位 吃飯有甚麼問題 都不知道多開心 所以其實我們要傳遞一些正能量 就是要正常聚餐 正常的社交活動 這樣就可以了 阿一哥說一些正能量的東西 我們覺得有甚麼問題 我覺得我們現在做人要挺起空堂 有些骨氣 好像何君堯有些骨風 現在全世界說不適合推23條 他就推23條 有吉士 現在建制派有40多票 現在不推還待何時 即是何君堯是那種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即是明知不能夠做 他都一定要做 即是何君堯 天降大任於私人 就是何君堯的想法 現在就一定推23條 我覺得現在我們正常社會 出來吃一間正常飯 有甚麼要害怕你們 有甚麼新聞給你做 食餐飯都給你做到新聞 你那班人有嫁人吸毒 有嫁人刑事破壞 黃綠醫生國家 其實叫人出來暴動 叫人出來刑事毀壞 你們出去抗爭的時候 小心點 不要被人拘捕 你有沒有搞錯 叫人吸毒 叫人不要上癮 我們現在正常人 叫人出來社會消費 制衍經濟 救回香港 難道有問題嗎 這些歪理當道 不過今天就不說那麼多 但問題是 我鋪的影片是完全沒有惡意的 是善意的 不過我亦都尊重大家 我就扯回來了 不過其實 我看到其實 蘋果仔 立場新聞 全部都通天了 根本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要太害怕黃絲 港獨 反對派 暴徒 你越害怕他們 越囂張 現在被人拘捕了 現在為甚麼 他扯了一個囂張 就是沒有23條 如果香港有23條 我們正常出來 最怕被人拍照 就是香港沒有23條 才這麼害怕黃絲 我們就趁這件事 一哥吃飯和成龍 發起的社會聯誼 你就立刻要推23條 那這班人經常做假新聞 就全部打沉他 一定要打沉他 我們全力支持何君堯的23條 謝謝